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 今天呢,我想讲的话题是 赖清德将了习近平一军 前几天呢,赖清德在接受 这个台湾的年代电视台的专访时候呢 说过这么一段话 说中国呢,要吞并台湾 其实并不是为了领土完整 而是为了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想要在国际或西太平洋成就他的霸权 才是真正的目的 赖清德接着说呢 说如果为了使领土完整 中国为什么不收回俄罗斯占据在 爱辉条约中割让的土地呢 俄罗斯现在正处于最弱的时候 不是吗 这个一时激起千层让 在国际上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认为呢,赖清德这段话呢 是对这些年代以后呢 中国对台湾的各种这个文攻武吓 各种这个渗透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挥击 有很多人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 首先呢,这个媒体人曾伟珍说呢 说赖的说法呢,精准到位 用道理说服国际,戳破中国的无理 美国的新闻周刊说呢 说近期中国国内对于 当年对俄罗斯让步这件事情呢 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争执的话题 他们认为呢,莫斯科应该归还中国失去的土地 包括俄罗斯远东最大的城市海深威 还有媒体人王志安呢,的看法有所不同 他认为呢,赖清德的发言呢 缺乏国际法和对这个条约有效性的认识 中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 是在于呢,战后一系列的条约赋予的权利 当然他说的这种说法呢 是就是某种意义上是接近中国官方的解释了 我想赖清德呢 他属于一个常年研究台湾主权问题的 这么一位政治人物 如果说他按照这个台湾主权 不属于中国的说法 也能说出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这样呢,就往往陷入了这个 学者专家的一些文字游戏的一种规范了 我认为赖清德这讲话非常有意思 我认为有三点是非常可以解读的 最重要的是呢 赖清德是用这个中国的战狼和小粉红的逻辑 来反驳这个中国的说法的 就是如果赖清德讲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啊 或者是2758号决议 其中并不涉及台湾啊 等等这些话来说呢 那中国的这些战狼小粉红啊 他们也听不懂 也不想听 这些战狼小粉红最爱听的是什么话呢 叫泛我强悍者虽远必诛 这种呢非常壮扬的这种民族主义语言啊 那么如果按这个逻辑来说呢 其实赖清德领导的现在的台湾呢 跟中国是不但无缘无仇呢 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呢 对中国的发展呢 给予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是俄罗斯就不一样了 俄罗斯呢 刚才讲的爱辉条约 是这个1858年占据了中国的大量的土地 然后1900年呢 有庚子俄难 就是在由制造了这个海澜炮法 惨案 制造了这个江东六十四屯等等 俄罗斯呢 通过这个杀害大量的中国人 抢占了中国的很多土地 然后到了1930年代 也在海深威斯大林呢 又杀害了几十万中国人 这些事情呢 虽然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但是中国呢 官方一直对它呢 轻描淡写 基本上呢 不去深究 再往近了讲 比如说 这个习近平 小的时候 这个中国所谓的三年的 这个困难时期 其实呢 按照中共的说法呢 就是说 自然灾害 加上呢 苏联修正主义 卡中国的脖子 逼着中国还债 这一场呢 这个三年的困难时期呢 造成了中国几千万人 饿死的悲剧 这一点呢 是在这个习近平呢 我想他自己本身 这一代人也是记忆犹新的 那再往近一说 比如说 这个习近平已经当了 国家副主席以后呢 2009年 在有一个新星号事件 就是有一艘中国的商船 因为商业纠纷 这个自己呢 突然偷偷地驶出了 这个俄罗斯的港口 结果被俄罗斯的边防的军警呢 攻击 船被打沉了 这个八名这个中国船员被杀害 中国表面上虽然提出了抗议呢 但是后来这个俄罗斯的法院的判断呢 是这个船长有罪 然后杀害中国船员的俄罗斯军警呢 都这个受了几个勋章 得到了这个奖励 这种事情 按照中国小粉的逻辑呢 是这个事可忍 孰不可忍的问题 但是说呢中国对着俄罗斯一直是非常非常软弱的 就是当时这个2009年的新星号事件 我在北京 就是那些家属和这个他们的同事 要去这个俄罗斯大使馆前面去抗议 都被这个军警控制起来 而且不中国的所有媒体都不允许 这个网购上也不允许有任何对这个俄罗斯的批评 中国一直是忍让着 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要领土完整的话 那么这个冤有头债有主 中国呢去打台湾不如去找俄罗斯把这个领土要回来 而且呢远东地区呢至少有十个台湾 二十个台湾那么大的领土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这个赖青德把这个道理 用小粉红的逻辑给小粉红讲明白了 另外呢我觉得第二点呢 赖青德给习近平呢指明了方向 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想这个武统台湾的话呢 台湾是首先有个天险 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将近两百公里 这个非常难渡过 而且呢台湾的国军呢 这七十多年以来整个代代 一直在准备中国的这个侵略 另外国际社会基本上现在除了这个巴基斯坦啊 伊朗啊北朝鲜啊 这些国家以外 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的主要国家 全是站在台湾这一边的 如果台海发生了战断的话 这些国家又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支持台湾的话 中国呢瞬间变成以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为敌 另外呢中国还将面临着这个全世界的制裁 这样会使中国的这个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如果中国现在去找俄罗斯要领土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俄罗斯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公敌嘛 现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在找俄罗斯的麻烦 如果中国也加入这个行业呢 不但不会受到制裁呢 说不定呢还能到得到鼓励和支持 另外现在俄罗斯已经这么弱了 那中国呢即使不动武力 用一些支援用钱去买这个土地的话呢 说不定也能买买回很多土地了 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日本跟俄罗斯有领土的问题 他们都觉得等俄罗斯弱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拿钱拿经济支援的方式呢 换回自己的土地 所以说呢你要往北边想 这个这个呢会使中国呢 现在外交的困局呢 说不定一下就打开了 那么第三点呢 外清德总统呢是一个很爱好和平的 我认为他的发言呢 也并不是想挑起国际社会的新的争端 他主要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什么事情集中在要武统台湾 这套逻辑是怎样苍白怎样站不住脚的 而且怎样得不偿失的 他用这些希望中国的 以习近平以下这些战狼小粉红们 好好想一想 怎样呢才能够让中国和台湾 包括在国际社会上呢 能够各家和平相处 我想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